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感叹地说 或许五十年后没有人记得我的小说 但是威尔蒂却让她变成不朽 的确 威尔蒂的茶花女如今已成为为爱奉献的最鲜明代表人物 今年力宝的采文讲堂 艺术不言 我在典型与变形的这场讲座当中 将带你欣赏过往的经典歌剧 如何经过再创作之后变成了新的音乐剧 例如茶花女与红魔房同为青楼女子的爱情故事 普吉尼蝴蝶夫人的异国悲恋 造就了新世代的音乐剧西贡小姐 还有年轻艺术家的爱情与生活 如何呈现在相隔一百年的波西尼亚人和奇物当中 时代在改变 艺术在演变 但是那些真正度人的情感却始终未变 邀请您来采文讲堂 一同体会感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